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卡精彩的卡视野出击让西叶毫无防备在TT队长WE的比赛中 7分钟优卡狐狸和人马回到中路看到西叶即将出坛 于是选择在转角处卡了一个极限的视野盲区 然后抬手魅惑QW引来瞬间把西叶打成了残血 西叶两段位移跑的还是很快的 然而人马上去逼了西叶的回味 优卡跟上闪现普攻打下了人头 虽然自己被下路过来的人给杀掉了 但是这一波卡视野还是非常灵性的 而且人马在回到上半区之后 因为那上半区几组野怪被悲伤给刷完 人马当时一度是陷入无也可刷的窘境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它再度带起了节奏 马蹄践踏 西叶一丝血最后还是被狐狸给收掉 但是克莱娅带着星过来了 人马被迫逃遁 克莱娅勾住了狐狸 最后由新的F64收获人头 卡利波视野 西叶这波已经跑得非常极限了 先把人马勾引进了塔内 然后再W回去 优卡闪现了四个人脸上留人 非常大胆的操作 在TT这辆WE的比赛中 14分钟 WE这边的辅助日女过来想留人 结果反倒被瑞兹控住先倒了 同时瑞兹勇川还留住了追击的两人 打了一轮AOE 然后优卡非常果断 直接闪现到四个人脸上 EQ惊声 留住人的同时打出了爆炸的伤害 这时后面的队友跟上轻松 完成了参举的收割 TT还是有机会把人相当控的 那样的东西也不错 是的 首先可得海克斯闪现过来 想先找菲娅带自己第一时间 要被秒了呀 非常身上还被套路手续 哇呦 优卡这波进场惊声开团 咱们全部要被融化了 Brigid的这个菲娅哥在里面乱斩 杜因币飞机完美炸药包封路 EDG头脑发热 让人迷惑 在LNG对战EDG的比赛中 36分钟之LNG打大龙 于是EDG过来真抢一下 Scott开车绕到后面包抄 但是这时杜因币非常漂亮的一个炸药包 将EDG的包抄知识化解成了分割战场 这时EDG也不知道咋想的 一个个趟着飞机的炸药包往上冲 这和送死没啥区别 最后也是不出意外 全体正好 其实当时看直播时 我对这帮大龙团期待还是挺高的 感觉两边都有可能出现那种 让人立马狂澜的操作 但是没想到 EDG这团打的属实不尽人意 马克泰坦开团逃生秀的飞机 看到现场解说大脚出身在淘宝内战AO的比赛中 11分钟下落爆发弹战 马克第一勾没勾动人后就变成了人肉沙包 先被码豪砸又被中单牵 但是好在对面伤害不高 于是反过进来的马克开始操作 大招之后的一发精准铁钩 好巧不巧的勾动了最关键的ADC 然后极限的精神躲过了福岩哥的Q啊 精神结束的一个护盾又挡下了微古斯的Q技能 从而失血逃生 然后队友就把对面四个人全收了 这一波马克玩的呀 把对面都秀爆了 来看一下有没有人打先手 马克要勾了没勾到 那这样正面小天已经开意了 开机跑了顶上去 魅惑是没有魅惑的 别人就没勾到了球球 球球这个位置显然还可以 还有虚异红拳人马一个大大灾 然后球球虚虚异红拳给了一个治疗 这一波勾到了俄飞流四 俄飞流四直接被秒了 马克这边好勾 通关天灵在被秒秒躲掉 拖白王也要死 这波淘宝全拉伸起来了 耐特最后一个轻也是轻挡 对方关键的进场的人 耐特光芒四射 一个人追着EDG全对打 在LNG这辆EDG的比赛中 27分钟小龙团战 EDG前面团战打的还是不错的 先把LNG这边的野斧给做掉了 然后追击的过程中 斯康的大招来到了三个人脸上 被瞬间打残了 Viper这边呢和耐特对打 也A不过耐特 被追着几下Q就先倒了 随后LNG直接翻墙 来到EDG三人脸上 噼里啪啦 一顿射就搬成了残局的收割 剩下一个MACO存活 也没必要追了 座人选择直接中路推进 赢下了比赛 要拼陈杰 看陈杰是谁的 杰斯拿到了 达哥的一收割了 这边上野打起来 他扔起亮火位置 直接开精神 爱王力导 上鼓打起来 抱歉 也鼓打起来 抱歉 曾江哥对面是切掉了对面的一个打野 金特斯也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后快点 Viper是拿下了对面雷尤娜的一个人头 斯康的这边坐车过来 这个过来就有点脆 开了精神拖下时间 带一个很好的铁腕金特斯 阿勒跟LNG直接硬到 Viper这里是死掉了 能抓到一个人吗 没有机会 正面无有哲理 滑起来了 哇 赖他感觉要收割了 还差一个 对面的终点直接给收掉 QG能在找参写的一个Mako 没有找到 几率性很强 也不杀人了 是的 哇 这波赖特直接一个灿烂的火花 直接滑进去开始 好像有机会 能一火花这三个才好快 节目的最后呢 各位看个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给大梦点个赞 关个注吧 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